阿龍的個人收藏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龍 那今天的話要來開箱阿龍的個人收藏 以往都是開那個正版的公仔給大家看 那這一次的話我想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我剛好有喜歡的那個 巨無霸公仔 所以我們這一次就開箱巨無霸公仔給大家看 阿等我一下 那今天的話就要跟大家開兩隻 然後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系列的 有人知道也可以告訴我 因為這是港版的 一隻是這一隻 這一隻我覺得他長得非常好看 然後他後面的圖大概是長這樣子 給大家進看一下 感覺起來好像還蠻不錯看的 然後他好像是那種戰爭系列的那一種 然後 第二隻就是這一隻 好像今天開這兩隻給大家看 這一隻不知道是 好像也是我看一下 他是叫做一仙號巡洋界裡面的一隻港版 然後是這個美女公仔叫一仙 然後側面的部分感覺是 看起來是還蠻漂亮的 所以我們就一樣做開箱給大家看 然後等我一下我去把它拆開 因為以往都是開那個正版的公仔給大家看 那這一次的話我想說 難得有機會收藏到 那個 那我就先 開給大家看 然後看一下他大概的格局長什麼樣子 阿等我一下我把它拆開 你可以看到齁 他這一次的那個公仔的配件其實蠻多的 還有這種扁的這樣子 然後他這邊還有一個那個 他上面的那個飄逸的那個鑽帶 然後用在這邊 然後等我一下 然後這一次的零件的話 這種角色感覺起來是比較多 因為他是做那種類似古色古箱的那一種 所以他會有一些什麼 就是類似提燈阿 還有一些那個罩子這邊 還有他做 因為這一次 這一次也是做坐姿的 所以我們的那個配件的話比較多 那等我一下我組裝一下 OK那稍微給大家看一下我已經弄好了 因為他一體扯傾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他這一次很特別的是 他屁股這個坐墊是有箱那個磁鐵的 就是前後這邊有做磁鐵 所以他剛好吸上去這樣子 那剛因為他這個配件卡榫 居無霸就是有個問題 港版的就是都會這個樣子 就是他的卡榫都是做的不是很好 你箱進去其實要不是動不太剛好 或是箱不太進去就會這樣子 然後剛剛一個不小心這個配件被我掰斷 那我後面再來點就好了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他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是拿一個提燈的 他的缺點就在於 就是他有一些細部的手啊 或是什麼的那個配件 會有一些問題 然後看起來精細度也比較沒有那麼高 可是整體上來講 擺在家裡面還算是漂亮的那一種 所以我就把它開箱來 然後順便拍給大家看 然後大概就是長這樣子 等一下我會近拍給大家看 那我們來開箱下一隻 那我來開箱這一隻那個 這一隻叫什麼 這一隻叫青雞 對 那等我一下我把它拆一下 然後你看這個巨無霸它都是一體成型的 所以 欸 它最大的問題就是在它腳部的那個卡榫啊 因為它那個洞都沒有挖好 所以挖起來的部分可能會有一點點問題 所以就是 如果你的那個 預算沒有那麼高的那一種 買幾隻巨無霸來家裡面擺是很不錯的 啊 如果你真的對這種 比較有要求 欸 阿龍還是建議你買正版的就好 因為正版的質感 那些工還是方面 還是巨無霸比不上的 不過 基本上有一個巨無霸的模都開的還不錯 所以 也是可以考慮擺在家裡擺的 因為 巨無霸它就比較廉價 所以 你就會 比較有 金額 擺在家裡面 當然 蠻 只限於那個 就是 港版的巨無霸 一般正版的它還是很貴喔 然後我們把它拿出來 欸 它的表情的部分 有一點點 不是那麼到位啦 不過 整體上來講 還算是蠻漂亮的 這隻算不差啦 我在那個裡面看到 我是覺得說 造型還蠻不錯的 所以我就把它留下來了 然後等我一下把它組起來 那像他們巨無霸有時候 穿的那個洞都不是很好齁 所以這個只能算是勉強把它卡住而已 不過這隻這樣子整體的造型 看起來我是覺得說 欸 以擺起來的質感來講說 還不錯看 給大家看一下 穿過來一點 然後因為它這邊的洞 開成一大一小了 所以 固定方面 如果它 可能上個膠水什麼 把它黏住 讓它站穩 應該就沒事了 然後整體上來 想這隻還不錯 那等一下阿龍 就是會 淨拍它的那個 造型給大家看 其實還是有蠻多巨無霸還不錯的 雖然說 沒有像正版那麼精細 不過他們做起來的工 也算是還可以的 那我是阿龍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 按讚訂閱 然後把我分享出去 那我們 禮拜一的時候 準備要來抽獎喔 那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掰掰 然後因為裡面都是戰利品的關係 我只是暫時堆一下 然後 先拍一下它的大約 給大家看 這一把刀這樣做這樣子 其實還蠻不錯的 那我們拉近看一下 它的臉 就是那個表情的部分有點怪 然後其實 其他就是採 那個塗料跟那個的關係了 其實整體上來講的話 這一隻JUBA 我是覺得說還蠻不錯看的 所以我個人喜歡 我就把它留下來 雖然說它有些 塗料可能比較糟糕一點 那我們來看它背後的部分 其實這一把武器做的也還算是精細啦 這一隻我相信它正版的話 應該是蠻貴的 所以我們就 留這一隻起來 做給大家看就好了 然後整體上來講的話 還不錯看 還不錯看 我就是會把它擺著收藏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另外一隻 然後另外一隻的部分 因為它的椅子有點磁鐵 所以它這樣子黏起來 就是勉強幫助它站立的情況下 其實會有一點點小怪 可是為了避免它那個公仔做起來一體成型 為了不讓它倒 它就只能做成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是稍微近看一下它的臉部 其實臉其實做的還不算差啦 就是有一種飄逸的感覺 然後等我一下 我剛剛掃... OK那它就是有給了一個簡單的這種斷帶 所以就是稍微把它撞往下 讓它有那種飄逸的感覺而已 那剛剛就是那個斷件 本來是應該要照道理講 應該是要在它後面這邊像這樣子 然後它這個部分你看 非常的脆弱 因為它滿陽春的 所以我一用力一擺一下它就斷掉了 那就真的沒辦法 到時候想到再把它弄回去就好了 那就是... 這一隻的話大概就是 有這樣加下去之後 感覺起來比較好看啦 然後稍微看一下後面 擺一下後面給大家看 因為它就是那種一張椅子這樣子而已 所以會比較簡單一點 你看它背後啊就是這樣子 因為這裡跟這裡都有那個 很像磁鐵的東西 所以它會吸住 然後保持它安穩的站立 我那時候看它的圖就是因為 有它那個提燈 還有它那個做法我才會想要 然後其實巨霸組起來 也是差不多是這個樣子啦 你看進圖給大家看 它圖倒是做得滿漂亮就是的 OK那這兩隻的影子 影片就開箱到這邊喔 感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